蕭俱琦判滿營 下次燒棺材 環保表代自由 環保表代自由 政治結婚可恥 長窩和社民練成員對著酬痴喊口號 去聲援去年4月 在中聯辦門外示威和蕭俱琦 早前被裁定企圖侮辱俱琦最盛的股思堯 股思堯以為自己貓硬 但最終被判監4個月換營2年 他說下次會再激一點 主任一個被告馬雲琦 就判小復活動 會有更加激烈的方法 反而我會使用棺材衝入 中聯辦或衝入政府 如果往往只是拉起碑馬 叫叫好號 反而作用不大 一個行動我認為要有爆炸力 要衝擊力、有震撼力 主任一個被告馬雲琦 就判小復活動令230小時 他就認為判刑過重 我覺得是十分不合理 況且這件事其實是一件小事 一來不是破壞社會安寧 也不是暴力 沒有對社會造成什麼傷害 裁判官判刑的時候說他們 在人群中點火極度危險 蕭琦根本 不可以跟表達自由的訴求 扯上關係 亦都不接受他們 以公民抗命為感應的理由 反而指他們 令到一個示威者被灼傷 是家人的因素 需要判處阻嚇性的刑罰 歡迎大家在6月30日前 將口號發給我們 去保證 コミュニュー 選舉 選舉 感谢观看